威士忌课程上线咯 我变YouTuber了 记得按订阅 最后有个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呢 才会每一集上线都通知你 我在全世界四处在演讲 威士忌的过程当中 总是有许多白酒的爱好者 像高粱酒的爱好者 董事会问我说 雷老师 威士忌这么好 那白酒好不好呢 当然好啊 白酒传承了过去的 华人历史文化当中 最美好的酿酒记忆 这个东西是好得不得了的 可是有人就问了 林老师你从来没跟我们讲过 白酒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高粱酒 我自己在研究 高粱酒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做一下高粱酒 以跟威士忌的对比 到底差别在哪里 威士忌主要的原料 水 酵母菌跟麦芽 那其实高粱一样 他所使用的原料也非常简单 并不额外做其他的填夹 但中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威士忌做的是液态发酵 液态蒸馏 而高粱酒 白酒做的是固态发酵 固态蒸馏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液态就是将麦芽拿来 磨成粉加水进行糖化了之后 把酵母菌加进去 所以酵母菌 是在一种液态的方式里面进行发酵 而且通常呢 酵母菌在添加的时候 是指单一酵母 发酵完了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像啤酒一样的 汤汤水水的东西 再进行蒸馏 蒸馏出来就是威士忌的原酒 再将这样的原酒进行橡木桶的熟成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琥珀色的威士忌 高粱酒呢不是这样子的 高粱酒呢他们取的高粱的米 他们不是进行磨碎的 他直接把完整的高粱米进行蒸熟 变成高粱饭 而蒸熟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你有发现 本来这个米呢 就像我们一般拿到米 摇起来是硬硬的 没味道的 饭呢吃起来甜甜的 所以没有错 蒸完的高粱饭 就像我们一般吃的饭一样 只是它带壳 这时候呢再把麴拌进去 拌了之后 麴就会钻进这一颗一颗一颗 带着壳的高粱饭里面 而每一颗高粱饭 就是一个发酵式 所以在拌的过程 我们看到这高粱饭是固态的 不是汤汤水水的 然后经过长时间 高达一个月左右的 发酵过程之后 他们在把整个带着壳的高粱饭 跟米粤发酵完成之后 进行什么 进行蒸馏 下面煮开水蒸汽上来之后 蒸取它的酒精出来 并且进行萃取 这就是所谓的固态蒸馏 固态蒸馏呢 味道更浓郁更强烈 这就是为什么 白酒或高粱酒 他们并不进行下木桶的熟成 就有非常丰富的味道了 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固态发酵 固态蒸馏 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就是渠这个字形 全世界只要做白酒的地方 渠最重要为什么 一地一渠 那个渠呢 来自那块环境土地 所造就出来独一无二的菌种菌类 相对于威士忌来说 他们的菌种格外的复杂 所以他们可以做出很多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风味 甚至他们可以控制他们温度 从50度到60度 中间可以有进行所谓的低温渠 中温渠跟高温渠 做出特别不同的味道 我们常常很熟悉的金门高粱酒 就是属于高温渠的风格类型 而台酒的嘉义酒厂 所做出来的偏向于中温渠的部分 今天我特别来跟大伙分享的这支 是我非常喜欢的 峰顶的高粱酒 这支酒厉害在 它同时用了低温渠 所做出来的酒 有所谓的类似像花果香 有中温渠所做出来的 强劲而饱满的气味 跟高温渠的渠香 通通在里面 所以这支酒复杂 丰富 层次很多 我们常觉得喝高粱酒就是 一瓶便宜的高粱酒 一盘花生米 一边嗑花生米 一边喝高粱酒 但是这么美味的高粱酒 很适合像威士忌一样 我们慢慢一点一点来 享用它的美味 很漂亮的瓶子对不对 这我们台华瑶所做出来的 秀文它 非常漂亮的味道 我常推荐很多的外国人 外国朋友喝高粱酒 他们不太习惯 他们很难想象 怎么会透明无色的酒 却有如此丰富的味道 这是中华文化所传递下来的 美好的制酒技术 这个是不得了的好东西 不需要经过橡木桶的熟成 就能够做出极端美好的味道 我有闻到那种像是香瓜的美好味道 带点柳橙的酸度 清楚的取香 美味的不得了 好极了 下次如果有机会 想更认识高粱酒的时候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 高粱酒在瓶中的成年 到底跟威士忌在橡木桶中的成年 有什么不一样 跟大伙预告一下 Cheers 太棒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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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 黑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